很努力給我帶來 熱騰騰的肉圓 淋上祖傳醬汁 外皮扎實Q彈 筍絲肉塊料多實在 1910年創立 超過百年歷史 是許多客人的口袋名單 泰作他們就有認識全座的師傅 那懂得去做這個東西 我覺得一是不捨啦 因為畢竟已經反省一百多年了 那二我覺得是羈絆 就是因為我長 從小是在市場長大的 那很多客人都是看著我長大 那我也看著他們孩子慢慢長大 我覺得說就是 很多客人跟我講 假如今天我們真的收起來了 也許這輩子再見不到面 他們另外帶 用白色菜單 你喜歡在關台街上就好 小老闆傳承老店美味重新包裝 再加上自製的石花丼 來一碗特別清爽 也象徵新舊時代的融合 慢火熬煮的清燉湯頭 一勺勺搖進碗裡 鮮紅色的牛肉 立刻變得粉嫩 大火快炒的咖哩牛肉 是陶客必點 這道手藝流傳百年 從我太祖 我阿祖 我阿公 我爸爸到我 我是第五代 那畢竟已經傳承這麼久 就想說 那就繼續把這個好的味道 把它傳承下去 1897年白手起家 還是小攤位 到現在子孫擴大變店面 不少熟客從小吃到大 清燉牛肉麵味道始終沒變 問題牛肉毫無腥味 征服許多人的胃 來 第五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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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延下日來碗冰銷暑 招牌的黑糖烘櫃是必點 玉圓本條大紅豆 正合剉冰的胃 每天熬煮的黑糖 一池一池淋在冰上 客人最愛這一味 我小時候吃得大 有的去美國特殊也做阿公 回來說 阿桑你咬到的嗎 咬到的嗎 傳統冰店至今將近一百年 八十多歲的老闆娘 依舊熱情在店裡招呼 從樹下擺攤到開店面 客人絡意不絕 不同的老字號飄香百年 用古早好味道 擄獲掏客味蕾 三立新聞李文玉 李文盛神外台北 三晩到